讲开一个养生的办法, 曾经有个朋友患过一个重病, 他教我,因为他知道我平时很辛苦, 日以计夜工作,工作不定时,很容易有病, 他原来告诉我,身体有病, 真的未必需要看医生, 但是你需要时间, 为何这样讲呢? 原来他看一个书,一篇文章,了解到人的生理, 原来人身体和时间是息息相关, 如果你有一个很稳定的作息时间, 其实身体会有一个很强的治愈能力, 只是一件事其实很简单, 就是你每一天可以在九点之前睡觉, That's it,我朋友在TVB配音的, 他就有一个很严重的病, 病医生甚至说,他随时都一样很严重的病, 因为他还有其他病, 每天那些病例如濕疹, 比如女人的濕疹, 他有一些很严重,他也是很严重的那一只, 医生说你不会痊愈的了, 但是他现在最近我见到他完全康复, 他没有吃过任何药, 他只是由知道这件事开始, 都是日日这样做, 做了两年, 恒至日日这样做, 做了两年之后他告诉我, 他现在不需要再吃药了, 他已经痊愈了。 请慢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